請傾聽 她在傾傾聽 我的母人 認得我聲音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方麗天神父來為我們做分享 太小聲了 各位 好 各位兄弟姐妹們 大家早安 就是唱得很好啊 其實這首歌我覺得還蠻適合今天的主題 就是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我們要學習怎麼聆聽主的聲音 我在準備今天的分享的時候 我上了半天 上了半天 因為在一個郊區推動 相交是不簡單的 所以我記得好幾次有跟郊友分享 然後一直跟他們說 如果你有好的方法 趕快跟我講吧 因為其實我不太知道 然後後來我覺得 我有回顧我自己的神教 然後我覺得如果在我們的同區 在我們的郊區 要推動神教的話 我們要做什麼 要紀念耶穌怎麼樣地教教我們 不管我們是修女 修士 神父 我們有結婚 耶穌用祂自己的方式來帶領我們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推動神教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紀念 紀念耶穌怎麼樣地帶領我們 怎麼樣地拯救我們 怎麼紀念呢 我們要回去上演 上經 很多時候我們會 已經習慣了我們會來彌撒 我們會參加教會的活動 但是我們自己有沒有跟建主建立關係 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推動神教的話 而且會因建主的話 我們必須之前跟祂建立關係 我們的上經就是關係的故事吧 在上經裡頭 耶穌不斷地跟那些人物建立關係 所以我們在特別為了推動神教 辦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有錢回去上經 然後看看天主怎麼樣地在福音裡面 在神經裡面怎麼樣地找到人 在福音裡面 耶穌沒有說要做什麼 用什麼方法來推動神教 在福音裡面耶穌就說 你們要祈禱求建主 說壯家的主人來拜錢工人 說壯家 所以我覺得我們來在我們的東區 在我們的郊區 如果我們要推動神教的話 我們之前要祈禱 如果沒有祈禱的話 就沒有神教吧 所以在我們的東區裡面 在我們的郊區裡面 我覺得要可能通過祈禱會 可能通過彌撒 特別為神教祈禱 可能在我們 找去本地神教太少的話 可能是因為我們還是懷疑啊 我們還是會覺得 我自己處理我自己辦活動 就對了就可以了 其實我覺得 相招跟信德很有關係 相招跟祈禱真的很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在我們的 我們對我們來推動相招的時候 我們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祈禱 我覺得很多青年 他們可能這邊很多年輕人 我算是年輕人吧 所以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包括我自己 為什麼我有一天 決定當神父 為什麼有一天 我有願意走出來 然後為教會服務 就是因為我之前 有跟耶穌建立關係 我有花時間聆聽天主的聲音 我記得那時候我在法國 我當請教練的時候 我有參加很多祈禱會 然後每一次參加的時候 還是我每一次跟青年一起祈禱的時候 我會覺得很感動 我會覺得我們一整個團體 一起邁向建築有多美好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第一個行動就是 這一份關係 然後花時間聆聽建築的聲音 我記得我考慮到去給主教 打個電話說 我要加入學院的時候 我很緊張 然後我開始懷疑我自己的 我開始懷疑我自己的感受吧 然後我記得我一次我在 我在 我的原本教區的主教座等祈禱 然後我開始翻一翻 福音 然後 有念到 《若望福音》第21章 父母的耶穌對伯德說 你愛我嗎 這好像那時候的感受就是 好像耶穌 父母的耶穌直接跟我說 你愛我嗎 我怎麼回答 我愛你啊 但是 但是很多很多很多那個 很多害怕很多擔心 第二次第三次 你愛我嗎 好算了 我愛你 我願意為你服務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在 在我們 推動上昭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要 給我們的教友 給我們的青年 一個機會 來跟耶穌相處 跟祂建立關係 讓他們了解 在這本書裡面 很重要的一本書裡面 他們能夠找到 生命的答案 他們能夠找到 生命的方向 所以當然我們 當神父 當修女 當基督徒 說很快樂的事情 可是如果 沒有這份關係的話 就好像 沒有 沒有什麼 如果沒有 之前 沒有跟基督 建立關係的話 就 裡面都是空空的 所以我 真的 我上了半間 後來我覺得 真的很簡單 就是我們 在 如果我們要 我們的 舊主 多派遣工人來 收他的床家的話 我覺得 我們要多祈禱 然後那個第二個行動 就是 要走出來 獲出福音 如果我們的董區 我們的教堂都是 關起來 都是封閉 怎麼可能 給年輕人 一個機會 為我們而服務 可是如果年輕人 看我們的表現 看我們 一整個 黨區 做出來 為建築服務 為社會服務 為仲人服務 他們會覺得 很感動吧 所以我覺得 一方面要 跟建築 建立關係 然後另一方面 一起走出來 傳教 傳福音 傳福音 給每一個 住在台灣的每一個人 一個機會 來認識他 來聽到福音 來聽到一個好消息 來聽到一個好消息 然後 我也要記得 不是 我們 拣選 我們 設建築 而設建築來 拣選我們 並擺遣我們 他擺遣我們 他擺遣我們的時候 就是 為 跟他一起生活 這個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相交 也跟我們的生活 很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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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 我今天 我的分享 就是很簡單的 就是 要跟 主耶穌建立關係 然後 回去我們自己 聆聽 花時間 跟他在一起 啊 現在我記得 第三點 這是聆聽吧 不是嗎 對 因為我們平常 在台北 我不知道在 其他教區怎麼樣 我住在中和 中和 中和是很 很密度 人很多 然後很 很吵鬧的地方啊 然後 平常我 邀請教友來參加 活動的時候 他們 跟我說什麼 我很忙 我很忙 我有很多事情 沒辦法來參加 所以今天邀請青年來參加 的時候 我有要補習啊 要怎麼樣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很忙 可是如果 我們要 更多的上朝的話 可能 要 停下來 跟他 花時間 當然 我們的生活 有的時候 沒辦法改變 但是 我們 必須 在我們的 同區裡面 給教友一個機會 給青年一個機會 多 跟他 花時間 我們 跟他 花時間的時候 我們會 學習 如何 聆聽 那個 就是 這首歌吧 我本來不知道它要唱歌 可是我覺得這首歌很有意思吧 如果我們要回應天主的話 我們之前要聆聽吧 請上主發言 你的仆人在聆聽 所以如果我們太忙的話 如果我們的 schedule 都是拍滿的話 我們怎麼可能 有機會聆聽到天主的聲音 所以我覺得 可能 在我們的 同區 在我們的山口當中 要 浪費 也不是浪費 可是要花時間 跟他在一起 不要做事 或者 慢慢學習 怎麼聽從他 去感受 去了解 他怎麼樣的 領導 他的教會 所以 對 今天的分享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 Amen